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正在积极争取中国国民党2024提名 3号下午 郭台铭出席岛内工商建研会的演讲活动时 以用科技和世界做朋友为题发表演讲 批评台湾名声欺缺现象 提出和平 繁荣 清廉口号 郭台铭在演讲中细数自己从商历程 并批评台湾现在缺电 缺水 缺工 缺蛋 缺土地 缺人 缺资金 认为台湾要规划产业升级 让年轻人不再低薪 他更喊出和平 繁荣 清廉 强调如果这六个字他做不到 民众随时都可以罢免他 郭台铭还表示 如果要所谓过境美国 他不会只是去图书馆 会看很多新创公司 因为他懂经济学 懂得制造实力 带台湾走向和平 会以科技为基础 颇有暗讽蔡英文所谓过境美国 去看里根图书馆之意 被问及台积电外移美国造成人才流失 郭台铭开玩笑说 要由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回答 并表示 接下来我们请教台湾史评论员 我们先来请教唐湘龙先生 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表示 赖清德就是新潮流系 豢养的 还给我装可爱 到时候他又招致赖 那么您认为柯文哲为什么突然对赖清德发难了呢 他会有哪些招数来致赖清德呢 柯文哲在讲到赖清德的时候 你会感到柯文哲的用词用语是有情绪的 虽然他不是民进党 可是他其实长时间跟民进党走得非常非常近 2014年如果不是柯文哲的旋风 民进党要崛起大概也很困难 所以柯文哲在面对民进党的时候 一直有一种是民进党欠 第二个就是说柯文哲跟新潮流是有仇的 他之所以会痛恨新潮流是因为他非常清楚的知道 在蔡英文身边不断的借着蔡英文的名义 对柯文哲出手在打击柯文哲的 尤其到上一次的党内的出 上一次的就是说市长的选举竞选连任的时候 不断的对柯文哲下重手是新潮流 因此柯文哲对新潮流不但没有好感 而且对新潮流过去对他的出手 柯文哲对新潮流的那个痛恨是异于言表 而赖清德是新潮流的嫡系 新潮流一旦碰到一个政治人物 有机会角逐大位的时候 新潮流会全力的去支援他 所以柯文哲闻到了新潮流在后蔡英文的时代 新潮流已经知道他的人马要上来了 所以新潮流现在又开始往赖清德的身边去集中 赖清德本身新潮流的背景 以及他的医生的医界的背景 这些对柯文哲来讲 医生的背景跟柯文哲高度重叠 新潮流的背景跟柯文哲势如叩丑 这都使得柯文哲在讲到赖清德的时候 除了对赖清德的过往如属家珍一般 而且对于赖清德和新潮流之间 包装在一起所形成的后蔡英文时代的 民进党的主要的政治势力 柯文哲一定是有非常强烈的情绪的 所以柯文哲一方面他自己已经准备 要在民众党内党内领表 就是他代表民众党要角逐2024年 他和另外的两组的候选人 不管是跟国民党也好 跟赖清德也好 势必都会有一些厮杀的对手系 好的 我们再来请教陈凤鑫女士 有意争取国民党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提名的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最近的言论颇为吸睛 像是十个政治人物九个片 我还在训练 再比如讽刺蔡英文称 自己去美国不会只看图书馆等等 郭台铭的发言让他的声量高涨 但是伴随的争议声音也不小呢 您是如何看待这种选战策略 我觉得从大战略的角度来看的话 郭台铭这种战略做法 其实是他目前可能最好的一个打法 什么意思呢 因为对于台湾来说 那么每一天的新闻资讯是多得不得了 那么没有办法去关注到说 侯友谊如何 郭台铭如何 所以谁的声音大 那么可能就会让民众心目中留下的印象 是比较深的 那郭台铭他现在很聪明的 利用这个争议性的话题 或者是吸睛的言辞 然后来吸引新闻媒体的关注 坦白说这不见得是新闻媒体 喜欢关注郭台铭 而是因为确实因为他的这些话 比较吸睛 所以不管从点阅的数字来看 或者是收视率 或者是其他的这些相关数据 他的表现确实是良好的 所以媒体也就争相的去报导他 那这一个报导就会把郭台铭的声量 不断地往上拉高 而某种程度来说 他就会边缘化 相对比较不涉及这些争议话题的侯友谊 那么这一个如果是在 等到到了民调的时候 那民众心目中好像对郭台铭印象比较多 然后对侯友谊印象比较少 但是这也是一个险检 因为郭台铭他的争议话题当中 其实这里面水准参差不齐 有一些坦白说 是很快的人够让这个蓝营的支持者 立刻就是报以掌声的 比如说他如果当选之后 他一定要解除这个高端的密件 绝对不会让那个疫苗高端的这件事情 永远的石沉大海 这些你从蓝营的支持者来讲 他们就会报以高度的掌声 那么或者说他可能去强化 他在经济上面科技上面 可能比较优势的地方 但也有一些话题 其实他是一个话说得很快的人 个性太急躁了 以至于有一些话语 可能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你就会觉得说 这可能这个话的品质是不够高的 这会让他的背信任度往下降 所以去碰触争议话题 其实是对的战略 但在实行的战术上面 他必须要控制他说话的品质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大概七三比 就是提高声量这件事情的加分 占七成 但是有一些话的品质不够 以至于可能会降低人们 对他的信任感的部分 大概占三分 观察点还是在于 他未来一定还会用这样的方式 持续一段时间 他能不能够控制 他说话的品质 将会决定 在国民党的初选过程当中 他到底能不能够出现的 关键主因了 是的 答案很快就会揭晓了 谢谢陈凤鑫女士